川普想学美国总统前要先搞定自己一连串的官司问题 美国2021年发生的国会暴动事件 现在已经锁定川普展开调查 川普说收到检方寄来的通知函 意味他可能会因为这起案件遭到刑事起诉 川普指出通知函里就写到 他是国会暴动案大陪审团的调查对象 检察官只给他四天时间 要向陪审团提出报告 CN分析报导这样的做法 是为了明确表达检方是已经锁定川普本人 同一时间密西根州也宣布 对16名的共和党支持者提出重罪指控 因为他们涉嫌在2020大选之后 提交伪造的选举人名单 想要翻转选举结果 在朝鲜半岛最近又是局势动荡 一周之内北韩再度射弹 19号凌晨北韩又朝了日北海 发生了两枚弹道飞弹 落入到了日本的专属经济区外 外界分析北韩这一次的飞弹挑衅 主要是针对了美国跟南韩 他们前一天召开的核资商小组会议 再加上美国的核潜舰 40多年来首次访问府山港 不过就在这样的一个敏感时刻 竟然还发生了美军士兵擅自越界 逃亡北韩世界 北韩19号凌晨在朝日本海发射两枚弹道飞弹 根据南韩联合参谋本度分析 两枚飞弹分别飞行了550公里 余600公里后都落在日本专属经济区外 北韩时隔不到一周再度射弹挑衅 时间点恰逢朝鲜半岛紧张 急剧升温之际 美国与南韩政府18日才刚在首尔召开 双边核资商小组首次会议 共享资讯协商应对机制 加强对北韩的核威哲力 同一天美国海军战略核潜舰 肯塔基号也抵达府山港 成为42年来第一艘访韩的美军核潜舰 就在美韩同盟与金正恩政权敌意加深的时刻 一桩惊动华府的事件也发生了 一名驻韩美军士兵搭击返美前 六出机场还参加旅行团 前往板门店共同警备区 并当着其他旅客的面跨越边界 趁机逃往北韩 美方官员透露这名美国陆军低阶士兵 原先应违反纪律要被送回美国陈储 没想到他趁机开溜蓄意越界逃跑 目前可能已遭北韩拘押 路透摄影书一名美国官员报导 这起事件可能为华府带来新危机 被迫与永和自重的对手北韩 华旋放任 华宇新闻先中院最后报道 华俄两军基战双方兵力都在不停消耗当中 俄罗斯国会颁布最新法令 延长动员预备役男性的年龄限制 也就是所有兵种类别的征召年龄限制 都提高五岁 而军衔最高的人员到七十岁之前 都可以随时征召 接下来 华宇新闻点 我们带您了解俄军如何征召十万大军 无二战场上风火持续延烧 炮火声仍然不绝于二 战士依旧看不到终点 双方军力都没有放弃 继续在乌克兰东部的战区中角力 乌克兰军方官员当地时间17日透露 俄罗斯集结超过十万名军人和900多辆战车 对乌克兰东北部酷皮扬斯克地区发起大规模攻势 当地正展开激烈战斗 而且俄军不只沿吴东前线大举侵略 俄罗斯与中国的联合军演也即将在日本海拉开序幕 这个代号为北部联合2023演习 将结合俄中两国海空战力 宣称进行维护海上战略通道安全为目标的演习 值得关注的是 这次联演中 中国解放军军机将首次从俄罗斯机场起飞 除了能多短解放军飞往日本海演训场 打击海上目标的时间 也显示俄中两国在战略互信上已达到更高的境界 台湾俄军历经一年多勤务作战 以折损大量兵力 要设法补充兵员更是一大难题 俄罗斯国会于是在当地时间18日宣布一项新法 允许已经完成一无一训练的男性 即便到了55岁都还是可以接受动员 另外初级军官被召回服役的年龄则可以到60岁 高级军官可以到65岁 而预备役军衔最高的人员 在年过70岁前一样也可以被召回服役 等于是所有兵种类别的征召年龄限制都提高了5岁 其实在此之前俄罗斯早就将男性征召入伍的年龄上限 从27岁提高到30岁 并藉由分发征兵文件 使年轻人更难躲避入伍 俄罗斯国防部长肖伊古表示 他计划将现役战斗人员的基本人数 从115万人扩充到150万人 其中包括职业军员和医务兵 藉此填补在战事中小好的兵力 以上就是环宇新闻点 至于来自欧盟拉丁美洲跟加勒比海国家的领袖 举行了8年来的第一场峰会 这场峰会备受瞩目 因为在乌俄战争开打之后 欧盟为了寻求俄罗斯跟中国之外的天然资源供应 积极向中南美洲国家来势力多 然而双方在乌俄战争上是难以达成共事的 因为部分的拉丁美洲国家 不愿意谴责普丁入侵乌克兰的行为 拉丁美洲与加勒比海国家联盟成员国的元首们 纷纷抵达位于布鲁塞尔的欧盟总部 参加两个组织间的峰会 这次也是两个组织中断8年后再次举行的峰会 欧盟在乌俄战争开始后 因为过度依赖俄罗斯 而饱受能源价格上涨的影响 加上近日欧盟也有意义 对中国进行去风险化的策略 因此积极寻求与天然资源丰富的中南美洲地区 国家间的合作机会 欧盟指挥会主席范德赖恩在致辞时便宣布 欧盟的全球门户计划将在2027年年底前 在拉美及加勒比海地区投资至少450亿欧元 约1兆5000亿台币 而欧盟所发出的新闻稿中 宣布西班牙国际银行将融资3亿欧元 投资巴西小型太阳能电厂 为双方对抗气候变迁的合作项目之一 而欧盟指挥会也提出了在拉美地区 进行超过130项的基础建设投资案 包括强化阿根廷和智利的锂矿供应链 和强化巴西雅买加的电信设备等计划 欧盟代表希望拉丁美洲与加勒比海国家联盟 能够在峰会上明确的反对俄国入侵的行为 然而与俄国较亲近的尼加拉瓜并不愿意谴责俄国 最后双方所公布的声明 只有提到两个组织对乌克兰所发生的战争感到相当忧心 因此有外界媒体猜测 这次峰会在政治共识方面没有太大的进展 环玉新闻方一芝综合报道 因为极端气候导致于番茄现在产量锐减 番茄比石油还要贵 而在印度作为重要食材的番茄 最近价格狂飙 今年年初到现在飙升七倍之多 在这一波涨价潮之下 免不了几家欢乐几家愁 对于一般消费者来说 番茄吃不起荷包压力变大了 但是部分的农夫一夜致富 印度媒体就报道 有农夫成了亿万富翁 肥米新鲜的番茄是印度美食的重要食材 但年日大雨已经严重影响了番茄的供应 印度食品波的数据显示 首都新德里的番茄价格 从今年年初以来已经飙涨了整整七倍 达到每公斤178卢比 大约台币67元 因为这波涨价 许多番茄小农一夜成为百万富翁 传出的当地小农 光是这一季就已经赚到高达 2400万卢比 大约台币906万的利润 相比去年同期只有150万卢比 整整多了16倍 印度当地媒体更是大肆报道 一位号称已经赚进上亿台币的农民 然而番茄农赚进大把钞票 却也让不少人眼红 印度新德里电视台报道 目前已经有两名负责守护番茄耕地的农民 在短短7天之内遭到谋杀 可见标准的农产品物价 不只为消费者带来沉重压力 更是引起了社会民心浮动 黄云新闻 邱安婷 最后报道 高达了55条的领航金可以看到英国的苏格兰西北方的路易斯岛的部分遭到搁浅 而经过了两天的抢救之后 其中只有将成功一条的领航金给送回了大海 成为苏格兰近十年最大规模的一次金屯搁浅死亡事件 一大群的领航金他们在沙滩搁浅 志工们忙着在领航金的身上盖上湿布并且浇水 希望能够延续他们的生命 但这几天在努力之下还是无力回天 救援期间不断有金屯死亡 最终只成功将一条领航金给送回大海 其中54条有的在救援过程当中因此死亡 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在18号就提醒 席卷北半球的这个热浪这个星期会更加严重 接下来恐怕连夜间的温度都会急剧上升 气象组织的专家还强调 这波地中海热浪的规模非常的大 威力也很强 但这个夏天热浪恐怕是一波接一波 美国环境保护署EPA和国际红十字会 就制作了高温天气的应对指南 要帮助大家预防跟改善高温带来的健康风险 北半球多个国家近日遭受恐怖热浪侵袭 其中南欧地区所受的冲击尤为明显 意大利政府日前就向境内多处发布了高温红色警报 建议居民在早上11点至下午6点间避开阳光直射 并且呼吁特别关照老年人和其他弱势群体的健康状况 而意大利民房部也派出人员 前往著名观光景点罗马竞技场外 分发饮用水并且进行宣导 以帮助民众抵御这样的恶劣高温 随着气候变迁加剧 加上声音现象来袭 热浪逐渐成为今年夏季的常态 对此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18日表示 这恐怕使心脏病发和死亡的风险节节攀升 世界气象组织也指出 在过去10年已经有40万人死于极端气候灾害 而今年气候状况有为恶劣 只怕受热浪影响人数会大幅飙升 为了预防并改善高温所带来的健康危害 美国环境保护署及红十字会都制定了指南方针 提供各国政府建议 内容包含制定全面规划 天气预测监测教育及弹性应对等 还有硬体设施的加强 确保能源和供水系统能够正常运作 此外红十字会也建议政府财政部门 应该制定永续发展预算 协助学术机构对热浪问题进行研究 以制定应应措施 欢迎新闻学习综合报导 由于随着国际能源价格不断的上涨 从7月份开始一直到10月份 您知道吗 新加坡现在当地电费 全面上调1.2% 电费暴涨的情况下 为了省钱有越来越多的民众 安装屋顶的太阳能面板 天气越来越热 民众纷纷开启冷气消暑 电费暴涨之下 为了省钱 新加坡安装屋顶太阳能板的需求激增 新加坡土地有限 几乎没有风力水力或潮汐发电 因此当局认定 住宅还有工业的屋顶太阳能 是加强部件绿能的关键 目前新加坡人仰赖天然气 供应超过95%的发电所需 但迫于电价波动剧烈 新加坡开始加快建制太阳能板的脚步 甚至启动最大规模的太阳能招标 将为大约90%的政府住宅建案 增设太阳能板 如今太阳能占新加坡发电比率 已由2016年的0.12%增到1.5% 所以整个世界都在谈谈谈 加坡加坡加坡 那是一种 二种 当然当然 每个人人都想要拯救货 所以你联系人像我们 为帮助你建设你的系统宇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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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宇宙 事实上新加坡2030绿色计划 正一步步的进行当中 由于能源价格上涨 从7月起到10月 新加坡当地电费全面上调1.2% 比得民众不节能也不行 而为了达到减碳 新加坡从7月3号开始 全导所有的大型超市 也不再提供免费塑胶袋 如今一个塑胶袋至少5分新币 大约1块台币 可以接受 有时候我如果没有带购物袋出门的话 5分钱是可以接受的 大多数都会带购物袋在身上 我觉得收费差不多一样 从太阳能到塑胶袋 新加坡以减量化 再利用再循环的3R原则为核心 建立当地民众环保概念 努力潮零碳排的目标美景 以上就会怀疑新闻太排记者 构成的民众认为 国民党不应该见钱换奖 一早召开市政会议 新北市长侯友宜拼市政 也要拼民调 7月23号全代会前夕 最新民调出炉 蓝绿白撒卡都排名依旧不变 侯友宜以15.3%的支持度 占据第三 对于选情依然信心满满 如果郭台铭独立参选变成四角都 民调显示还是由赖清德 柯文哲位居一二名 侯国两人仅有微服差距 不过另一份四角都民调 郭台铭支持度仅有不到百分之十 更是落后侯友宜超过十个百分点 韩话郭台铭赶紧归队 因为根据统计有将近四成的民众 认为郭台铭不应该坚持参选 更有将近六成的民众认为 国民党不应该挣钱换奖 我想外面的声音我们都有听到 那最重要大家就是期待的就是 我们大家都能够团结在一起 那这些团结我相信 一定要用行动来展现 喊出侯国整合就是支持者的期盼 侯友宜得先整合党内才有本钱 成为非绿阵营共主 欢迎新闻装品达王一德 新北采访报导 去年选举被网友封为最美里长的 永和区永福里里长陈子瑜 今年初被问到有没有男朋友 当时他是否认的 但是今天一早周刊爆料说他谈恋爱了 一张张照片拍下他们牵手逛街 车上亲密举动 陈子瑜也透过IG回应证实 他很小心呵护这段 得来不一的感情 希望大家可以给予祝福 加油 谢谢 一头掀起长发露出亲切笑容 永和永福里里长陈子瑜 被网友封为最美里长 全粉无数 不过粉丝要心碎了 因为他恋爱了 7月11号被周刊直击 戴上棒球帽和口罩 打扮低调 和一旁黑衣男子 蓝屌屌逛街约会 绯闻对象就是他 逼出大大的赞 证明图信远近 任职于永和区秀朗派出所 小兰扣恋情曝光 陈子瑜没有露面 透过IG发文回应 他跟土先生正在交往 也很小心呵护这段 得来不一的感情 希望大家可以给予 祝福和空间 我们有时候 都要麻烦到警察 对啊 有时候 都麻烦到警察 有时候 有时候来 在这儿泡台湿 有时候这儿警察都五六个来 是祝福吧 就是看到自己 喜欢的类似偶像之类 然后又住在那么附近 然后知道他的感情状况 就应该会感到开心 说不定这样可以保护他的安全 对啊 而且那么多男生有追踪他 这样子也好嘛 对不对 让所有的男性友人都 放弃他的幻想 里民们乐观其成 不过这一张张照片 从牵手楼腰 听等红灯 车上亲力举动 最后走进商旅 也让大票PTT相名 心碎难言 有人累喊没机会了 也有人大喊支持 称赞两人很登对 最美里长一举一动 再度掀起讨论热潮 怀宇新闻吴志恒黄萱萱 台北采访报导 美国前总统川普 最近接受专访时 谈到台海问题 批评台湾抢走了 美国半导体工作 表示美方早该出手阻止 向台湾克税 并且对台湾祭出贸易壁垒 新政院长陈建仁今天说 不接受川普的讲法 也大批川普 引述的数字根据都有错误 美国前总统川普批评台湾 抢走美国的半导体工作 甚至表示美方早该出手阻止 向台湾克税祭出贸易壁垒 难道美国的保护主义抬头 而未来会不会冲击台美关系 半导体是一个非常复杂 多元的一个供应链的关系 那这个部分其实是美国 绝道多数其实都提到 台湾是美国非常重要的伙伴 我想我们是美国的伙伴 不是一个对立的关系 王美花打包票 台美关系绝对是重要伙伴 但国民党立委就怕官员 报喜不报忧 陈建人强调川普的说法有错误 而且美国联邦参议院 18号通过了美台21世纪 贸易创意首批协定实施法 表达国会对协定的支持 下一步将送交美国总统拜登 签署生效 他讲到说要连结啦 什么这个官务啊 流程把它变捷化 这都扛的啊 关税呢 这个问题呢 能够变捷化的时候呢 实际上呢就能够使 节省了三到五盛的情况 陈建人与蓝营立委 各说各话大打口水战 但台美关系会不会出现变化 台湾能不能获得更多利益 才是民众心中最在乎的 关于新闻 周成辉扬指玉台北报道 来看到国军的三级抗弹板 日前被带去美国实测 发现疑似挡不住共军的子弹 军方为了以朝公信 今天特地带媒体到宜兰实测 结果出炉了 到底有没有合格呢 带您来看 国军三级抗弹板能不能防弹 军方带队到宜兰测试 还找媒体随机抽一片板子 并由M807.62公里的普通弹来测试 结果也曝光 总共打了六发不但子弹的出速符合标准 而油泥凹陷度每发也都在44AM以下 随后军方也出示测试的抗弹板 证明都没有打穿 完全符合美国司法协会的规范 都有达到规范的要求 而且没有贯穿 为了以朝公信 国军也将媒体公开试验过程 像是测试的油泥板 为模拟人体柔软度还预热12小时 另外涉及前也将抗弹背心正反面 淋湿三分钟 模仿下雨跟官兵流汗的情况 从客观的角度 从使用者的角度 从这个实物上的角度来看 合乎规范的测试 才是真正的测试 不过新北市医院林炳佑 前一天又在脸书发布影片 爆料国军的三级抗弹板 竟然用手就可以凹弯 之一品质不佳 而军方不服气 同样找记者实测 发现抗弹板用非常大的力气 才能凹弯一些 在不是实验室里面的测试 我不认为它是测试的原因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 测试的过程它的取样要很严谨 把它加热到90度 它真的变软 就跟影片上的一样 请问各位战场上有没有90度 战场上如果说三四十度 大概已经大概受不了了 对于国内不少质疑的声音 军备局也强调不排除采取法律途径 而新的抗弹板也将尽快研发完成 证明自主研发的装备能保护国军官兵 欢迎新闻客观者李景强 宜兰采访报道 狗熊的这家便当店主打肉食便当 肉类的份量多又好吃 像是家常炸鸡腿 后市大鸡腿外层香酥脆 而且份量多到 另外一只鸡腿还得用盒子装 炸到金黄酥脆 大鸡腿起锅啦 老板俐落的两刀切块 这份量大到得另外盒装 搭配阿婆手工酸菜 还有豆干一起享用超级爽脆 份量蛮多 跟外面比没有看过很多 对没看那么多 很多啊 我是看IG的才过来买的 肉食控快点看过来 高雄这家便当店主打 超大肉食份量 除了家常鸡腿 飘香酥炸肉饭 也是人气必吃便当 而且样样百元有找 民众最喜欢当然是我们酥炸肉 对因为它的口感蛮特别的 然后肉量又很多 甚至我们的鸡腿 炸鸡腿是选用 就是八两种的大鸡腿 所以我们都必须要 另外一个盒子给客人装 因为原本的盒子 加上饭跟菜的话 其实盖不起来 一整天下来 酥肉鸡腿便当 就能卖出数百个 用餐尖封齐 没预定还吃不到 老板说万物起掌 已量之价 让民众审核包 也能喂饱五藏尿 环宇新闻林维凯 李洛同在高雄的采访报道 炎炎夏日 老人的蚊子出动 民众对于补蚊灯的需求大增 电商平台业者透露 近两个月销量成长超过三倍 如果不想当人体补蚊灯 那使用上也要特别注意 有一些小撇步 像是环境越暗 又补的光源 越可以吸引蚊虫 避免靠近出风口 才可以跟蚊子say bye bye 晚上睡觉最恼人的 就是蚊子大军清洗 南台湾登革热疫情升温 今年本土病例 已经累计425例 创下近十年同期新高 到夏天 蚊子整个跟战斗机一样 整个会飞起来 我家每天晚上都盯得 全身都是饱 台湾的天气因为比较潮湿 好像都会有 在公园走的时候 比较有这些困扰 出门给它喷一些东西 防蚊的 除了喷防蚊衣 穿浅色衣物也可以防蚊 现在补蚊产品也很夯 像是这种可以伸缩的补蚊拍 天花板上的蚊子 也能轻松解决 还有间距补蚊灯 和补蚊拍的多功能 也是热卖产品 其实市售的补蚊灯 分成三种 电极式会发出比较大的声响 适合在开放的空间使用 粘补室则是用强力的粘纸 把蚊子粘住 但是耗材需要定期更换 吸入室除了透过光源右补 会再搭配风扇 将蚊子吸入集中盒内困住 大众来说 他们通常都会先选择 电极式的补蚊灯 那可是也要参考你的频数 还有你的使用的时机 那另外吸入式的补蚊灯 因为它通常会做得 比较轻巧又静音 所以是非常的受到 女性消费者的青睐 补蚊啊 防蚊 这样子的都是近期的热搜关键字 那以补蚊产品来说 近两个月的销量 就已经成长了三倍以上 但想又补蚊子有撇步 环境越暗 又补的光源越能吸引蚊虫 建议在睡前两到三小时开启 避免靠近风扇 空调的出风口 才能达到最佳效果 毕竟谁都不想半夜 当人体补蚊灯 欢迎新闻杨阁 秋子林台北报导 金浦聪重出江湖 担任侯友宜 竞选办公室执行长之后 短短两个多礼拜 就成功巩固党内的挺猴势力 不止挺郭派的中常委 打消卡猴提案念头 连最新民调也显示 有超过六成的民众 是反对欢猴 不过在争取地方派系的支持上 金浦聪可能会出现反效果 挺郭派的议长周典论就说 金浦聪过去得罪太多地方人士了 想要整合是难上加难 所以就像青春痘一样 有问题 这个农包一定要挤出来 节目上喊出农包一定要挤出来 暗指党内所有不团结声音 金浦聪张舵何友宜 进办执行长 第一步先替何友宜 清除路障 我们内部的一些不团结 或者是纷扰 这让民进党非常开心 如果我们大家能够团结一致 什么都可能 如果我们不团结 我们分裂了 什么都不可能 金浦聪出窍 党中央权力沟通 果然让打算在中常会上提案的 廷国派中常委们知难而退 因为最新民调显示 有将近六成的民众认为 国民党根本不应该换猴 加入进办两个多礼拜 金浦聪已经巩固挺猴势力 谢谢各位 不过找来金浦聪操盘 也不是没有隐忧 就连民众党主席柯文哲都说过 金浦聪在空战策略上有加分 但到了地方恐怕却变成扣分 金先生我真的不守 所以他要留下我什么记号我也不知道 再来金先生他也不是党主席 所以我觉得基本上这个我不考虑 我也不担心 第一步帮助侯友宜成功压下 反猴身浪 接下来金浦聪还要全台 跑透透争取地方支持 到底是加分还是扣分 就看金小刀是不是依然锋利 欢迎新闻中平台湾的台北参访报道 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清德 虽然民调保持领先 但却始终无法突破四成民调天花板 赖清德要如何吸引年轻 以及中壮选民的支持呢 学者分析 以三分天下的态势来看 赖清德目前是胜券在握 但若是未来蓝白河的话 被困在天花板下的赖清德 恐怕选情就没那么乐观 握拳齐声呐喊 蔡英文赖清德 民进党全弹会展现大团结 但实际上从民主大联盟提名 到赖竞选团队都太过手圈圈 甚至党内派系不合的传言 始终没断过 我想在一个自由民主法治的国家里面 政党轮替 以上是很多人有的这个想法 那这个民调 你赞成政党轮替哦 民调当然哦 一句政党轮替引发轩然大波 虽然之后陈建人澄清 指的是一般民主政治下的状况 并非是台湾现状 但超过六成的民调兄 政党轮替恐怕也反映出 赖清德他苦苦无法突破 自成民调天花板的最佳写照 我就讲说乐视世界 他认为说我只要三分天下 只要不气宝 我35%再加5%40 我就低空飞过嘛 他认为说我这天花板就这样 我只要不往下掉 民调说他不会往下掉 虽然民调维持领先 不过40岁以下大幅落后给柯文哲 已经成为选战危机 就怕菲律阵营真的整合 共退一组人选 那无法突破自成民调天花板的 赖清德 劝亲也要香气警报 环宇新闻周承惠扬紫月台北报导 外执行长苏兹峰旋风访台第三天 行程依旧低调 但还是被环宇新闻镜头捕捉到现身在五星级酒店出席创新峰会 甚至大赞台湾食物很惊艳 会中也邀请产业大咖 像是音业打总经理蔡兹安 群联执行长潘建成都来了 另外传出啊 苏兹峰有见台经店总裁魏哲嘉 虽然双方低调不回应 但他也在演讲中大赞护国神山 蓝色套装脚踩黑色高跟鞋 清清中带点干练 超维执行长苏兹峰罕见开进口 大赞台湾食物Wonderful 而这回不只吃美食也有任务再生 故装建厂商演讲中也大赞台积电 我们有非常强烈的领域传统 再次我想谢谢你们 因为我们的传统服务员 只能跟我们的传统支援 掌声鼓励送给苏妈 供应链的伙伴通通来了 营业达总经理蔡志安 群联执行长潘建联都被尽头捕捉 苏之峰访台的第三天 省在文华东方酒店这里 举办AMD Innovation Day 不过你可以观察到现场戒备森严 几乎是每一个出口都有人展港 从饭店人员再到参与贵宾都不愿多谈活动内容 但还是传出产业大咖名单 包括细品中华电信电子五哥 想和索同子贤就正式会面 还要找台积电总裁为泽家聊聊争取3奈米产能 而话风一转苏之峰也提到科技业新宠儿AI 半导体女王开示 AI决战点就是终端装置 超微也将在第四季推出两款MI300晶片 而苏之峰旋风访台 行程低调 却有望带领台场迎接AI新巅峰 环宇新闻宋君云成品真 台北采谋报道 桃园机场今天话题不断 19号进行汉光演习预演 首都执行反空机将黑鹰直升机 和阿帕器冲场画面震撼 桃机进行了40分钟的空域管制 将影响降到最小 至于场外也闹哄哄 因为航空城的拆迁 趋一段征收的居民不满 迁入住宅价格不断被提高 而聚集抗议 黑鹰直升机辅冲降落 刮起震震强风 直接空降进入练游场 汉光预言好震撼 红军进攻来势汹汹 守军立刻组织防守 这是首度于民用桃园机场 进行反空机将的操演 即将在7月24至28号登场的 汉光石兵操演 19号再次进行预演 而桃园机场也配合演习 上午9点30分至10点10分 进行空域管制 40分钟没有影响航班起降 桃机内部预言如火如荼 至于外场也是火气很大 降低配售价格 降低配售价格 实践进入正义 实践进入正义 桃园航空城开发安置户 聚集大声抗议 比方说我的农地 政府现在跟我征收了 可是一直没有配地给我们 我要征收没有农地 土地被征收了 但迁入住宅却因为不断遭到提高价格 让住户都无法接受 前面提高建入补偿费 符合重建价格 在正市场时候 在盛市场时代说 16到18万 那现在已经提高到20到25万 那土地的价格的部分呢 在历任市府的一个考量之下 其实都已经用相当优惠的一个价格 相当的一个折扣的部分 来计算土地的价格 为了成就航空城 安置居民们力争全益 只希望有安生立命之处 而为了国防安全 汉光石兵操演火力全开 淘机内外两样勤 环宇新闻陈明艳李洛彤 在桃圆的采访报道 有蛋黄苏借爱马仕美誉的 陈耀讯蛋黄苏 今天中午12点30分开放预购 虽然提货日期已经拉长到60天 但是短短30秒又被抢购一空 网友就哀嚎 这笔演唱会还要难抢 才打完验证码就完售 而且网络马上出现了黄牛转卖 网价一盒5000块钱 甚至还有网友想用田富珍演唱会门票 换蛋黄苏 才刚书完资料时间一到按下结账 却是圈圈转压转 结果全数销售一空 由蛋黄苏借爱马仕之称的 陈耀讯蛋黄苏 今年不到30秒就全数秒杀完售 对啊就很夸张 然后有缘再吃吧 抢购一空的蛋黄苏就是这一间 但是现在民众买不到 就选择来这边买面包 果果干饮 就看看有没有丹麦 对就都没有 没有啦就是 没买到就来买面包 就蛮喜欢蛋黄苏的 想说吃吃看没吃过 抢不到的网友毫不甘心 在粉丝专页贴文下面留言 有人12点28分就在网路上等 30分点进去已经售完 网友哀叹打完验证码就全部销售一空 根本都抢不到实在太扯了 甚至还有人去电竞网咖也抢不到 连演唱会门票都没那么难抢 但是几家欢乐几家愁 有人抢到五盒可以说是一秒耀神天堂 每年都很难抢 很难抢就是你比演唱会的票还难抢 但它就是比较会像甜点 然后它的蛋黄的味道会出来的比较明显 这次的售价比照往年一样是十入 要价980元 没有调涨但是每人限购五盒 网路上甚至已经出现黄牛整合转售五千元的惊人价格 还有强盗的民众拿女神甜蜇真演唱会的门票 想要换陈耀讯蛋黄酥 这一颗红土蛋黄酥的魅力竟然连女神都被比下去 欢迎新闻杨阁 邱子玲台北报导 最具爆点的正式内幕 攸关荷包的财经动态 解析社会万象 探讨国际大事 周一到周五晚间十点请锁定 还以一把抓